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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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來看風景觀看 今天我們要見新鮮木偉 好 好 不少市民外出迎接2015年 新西蘭、澳洲和日本等国家 已经到了新年 习近平发表新年何词 他说来年会加强打击贪腐 有富必情、有贪必缩 政府销唯长沙环批发市场 全部外来活鸡 本地承包商就因为不满意 临时检疫习物安排 也决定暂停供应本地活鸡三星期 看一场新行 还有不够一小时 本港就踏入2015年 港九各区都有随直倒数 其中维港有烟火会演 记者刘智欣现在就在 尖沙咀文化中心 先告诉你那篇有多热闹 现在在现场的气氛非常热闹 因为刚刚在踏镇11点的时候 现场就有一些歌舞表演 市民可以透过文化中心外场的投射 可以欣赏到 所以气氛都相当不错 其实在晚饭之后 在文化中心一带已经迫满了人 动都不能动 但是中间都会看到有些市民 因为怕太迫而离开了 虽然这里又迫又冷 但仍然无减在等待倒数市民的热情 维港两岸的随直烟火会演 是今年倒数活动的焦点 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面人最多 因为它最有气氛 除了这些之后不知道还可以去哪里 可以看到焰化 寒风中期到冻冻地 有动物泡泡即时暖很多 免费拥抱 可以开心点 有人在随直继续表达对雨伞运动的支持 想在半空中迎接2015年 可以到中環海旁的摩天麟 干杯 倒数胜地男贵方也是不少人的选择 香港不要那么多争吵 平心静气一点 和平一点 生带最努力 生年快乐 有外国游客说香港的随直气氛好 比Soul Soul没有一个大会 像是大大集合 沒有火花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有相互估計 由於銅鑼灣時代廣場 沒有倒數活動 蘭桂坊的人流 會突破四萬人次 比去年多 其實倒數活動 並不是凌晨凌時才開始 踏入晚上的十一點 在港島區有六座的大廈 會出現一些 好像流星的效果 被在兩岸等待倒數的市民 許願 另外在踏入2015年 倒數的二十秒開始 灣仔會展中心的外場 就會進行倒數 至於一踏入2015年的凌晨凌時 在維港上空 就會出現八分鐘的煙火會演 到時大家都可以好好欣賞 我們在現場會留意著 先將時間交回給新聞報 謝謝 接著要跟中環蘭桂坊的譚美琦聊聊 來那邊平安的酒店 很熱鬧 今晚隨即又怎樣 景俊 蘭桂坊這夜晚可以說是相當閃 不單是大家上機 或者手提電話上的閃光燈 還有他們帶來的一些頭色 配色或者帽 很多都是有金色銀色 或者有些燈光閃閃閃的 可以說是相當搶眼的 也不少這裡的燈色 現在其實看到入夜之後 已經是人頭湧湧的了 多了現場的警員在這裡維持秩序 警方亦開始實施人潮管制措施 包括作出廣播 叫市民如果要離開的話 只可以沿著雲涵街方向離開 並且要配合在場警務人員的指示 還有不足一個小時 就會報入2015年 我們會陪著大家倒數迎接新一年的來臨 先將時間交給你了 景俊 現南半球的新西蘭和澳洲 就已經踏入2015年 悉尼在本港時間9點踏入新年 悉尼海港大橋舉行煙花會演 今年煙花主題是啟滴 發放了幾萬個總重7噸的煙花彈 還有一個地方是比澳洲早2個小時 踏入新年的就是新西蘭 普哈蘭天空塔亦繼續傳統 舉行大型煙花表演 歷時大約5分半鐘 而首都惠寧頓等地方 亦都有放煙花等等的慶祝活動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 他形容2014年令人難忘 強調會繼續打擊貪腐有貪必情 習近平在賀詞入面先回顧過去一年 在此時刻 我向全國各族人民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 向台灣同胞 和海外僑胞 是以新年的祝福 習近平在賀詞入面先回顧過去一年 說2014年令人難忘 中央銳議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頭 他讚揚幹部的付出 又將成果歸功人民 沒有人民支持 這些工作是難以做好的 我要為我們偉大的人民點贊 習近平又強調 要在來年加強打擊貪腐 堅持老虎、烏鷹一起打 新一年來臨之際 習近平又出席了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 李克強、張德剛等另外六個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都有到場 習近平在會上說 提到港澳事務 他重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堅定不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並且深化與台灣的合作 共觸中國夢 無線電視記者陳佩嘉報導 接著回來本港 接著是禽流感消息 廣東一批進口活雞驗出H7禽流感病毒之後 政府暫停內地活雞攻港 並且銷毀大約2萬隻活家禽 而本地活雞批發商 不滿打鼓嶺臨時活雞檢疫站的運輸安排 決定在未來21日都暫停供應本地活雞 先看看早上殺雞的情況 在長沙灣臨時加禽批發市場 大約60個餘護處和食環處人員 將牆內活家禽陸續放入垃圾桶 注入二氧化碳 這雞死了之後再放入垃圾袋 然後一袋袋地搬上車混走 這個批發市場將會關閉21日消毒清潔 一批大約1200隻由惠州進口的活雞 部分帶有H7禽流感病毒 政府宣布暫停內地活雞攻港 遙處人員會巡視本地所有註冊 活家禽的養殖場 並且對裏面的家禽 增加採樣板進行測試 確保我們本地養殖場裏面的雞 並未有受到禽流感病毒影響 經過打鼓嶺檢查站 送往零售碟 高永文說 那一個惠州公港的活雞養殖場 21日之後仍然要先經過內地當局檢查 確保情況安全才可以恢復活雞公港 而本港的衛生防護中心 也會監察著這群曾經接觸過這批活禽的人的健康情況 無線電視機就在陳亮君報導 根據安排 本地的活雞是需要由農場送到打鼓嶺臨時檢疫站檢疫 之後用同一個貨車將雞運給零售商 本地承包商不滿以這個安排 也都決定暫停供應 直至到長沙灣批發市場重開 長沙灣臨時加禽批發市場 一直是本地和內地活雞中轉站 所有雞由農場或邊境送到長沙灣 經批發之後按照派送地點分流 安排不同的車隊送雞 而要經打鼓嶺家禽檢疫站檢疫的做法就很不同 同一架運雞車由農場送雞到打鼓嶺檢查 再完車派送到全港各個零售點 有本地雞承包商說做法不可行 最早的點我舉例是7點已經到第一個點 而派到最後那個點可能是下午4點至5點 那你叫人家的零售檔怎麼去賣雞呢 下午多個活雞運輸商和批發商和漁護處官員回面 會後說官員態度強硬 未能解決分歧 你21天都不會運作 即是不捉本地雞住的 因為那個程序 即整個運作程序是要三倍以上的時間和人力物力去做的 而且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打鼓嶺臨時活雞檢疫站花費三千萬改建 但是業界不肯用 如胡柱說 停賣本地活雞是業界的商業決定 打鼓嶺這個檢查站 因為規劃上的限制 所以我們是不可能當它是一個批發市場的用途 作為這樣的用途 所以這個批發這個檢查站 就主要來講 是核實本地農場那個活雞的數目 還有它是不是來自有關的農場 有沒有持有我們發出的有效的出場指 由雞檔檔主說過去經歷多次禽流感 已經習慣沒有雞賣 無線電視機就在李子琦報道 勞工署正式檢控亞洲電視 拖欠員工7至9月的人工 向亞視和他的董事發傳票 亞視說收到部分員工辭職 而管理層就決定明天開始刪減新聞時段 勞工署向亞視發出34張傳票 檢控公司和其董事 在7月至9月期間 故意及沒有合理辯解之下 不依時出糧給僱員 涉嫌違反僱用條例 勞工署又說是亞視董事 涉嫌同意、縱容或疏忽 引致公司為例欠伸 亞視之後要出庭答辯 亞視還拖僱員工整個12月和11月份的半份量 部分員工不用給代通資金便可自行離職 亞視新聞報也有調動 元旦日起、山減新聞時段 包括取消神早新聞、簡報、普通話和亞洲台的新聞報道 而神早新聞時段就會重播劇集和資訊節目 另外會縮減三節包括五間和晚間的新聞報道 而英文台新聞也會相應縮減 但卻不會停播 管理層說只是配合人手安排 譬如說編導、導演和記者 如果你強行是50人不做100人工作 就完全處處都不到案 反而更加影響質量 所以我們說是根據現在人手裏做得最好的一個安排 新聞報編輯就批評 這個安排會令觀眾進一步流失 我相信今天會是最後一天 我一直都是反對 早晨新聞整段不要 因為觀眾流失了就流失了 本身是事務律師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就說 被拖欠薪今30日的員工已經變相被遣散 可以主動向僱主追討欠薪 包括入品清盤 因為7天之後不付薪金的話 已經犯了刑事罪行 只要任何債權人入品申請清盤 一開始清盤程序 無需等清盤手續完畢之後 有關員工都已經可以申請一個破驗基金的保障 謝偉俊說被拖欠的員工是債權人之一 除此之外 僱員就要等勞資審裁處有裁決 才可以獲法欠薪 無線電視記者 尖前榮佛特 故事方面 港股在隨值只有半日市 行指收市報23605點升103點 總結全年行指比去年升298點 而美股今天也是半日市 道指最新報180014點升31點 廣東佛山一間工廠發生氣體爆炸 最少17人死亡 33人受傷 早上9點半佛山順德勒樓的富華機械廠 連續發生三次猛烈的爆炸 廠房的鐵皮外牆被炸開 屋頂也掀起 廠房裏面一片凌亂 由於事發的時候是上班時間 所以造成嚴重的死傷 其中多人是燒傷 燒傷的面積最多有六成 第一方面先看看足球 省港盃踢了第一回合 首回合香港作客到廣東 贏攻勢 不過最終都要輸 開始了 賽事第37屆舉行 過去廣東贏了21次 不過近六屆 香港四度瘋狂 可不可以初段 港隊已經有機會了 王威過得夠漂亮 推底全中 不過羅廣威漏踢 遠處的谷刑至右不到 銳熱年輕化的港隊 在陣容上有多張新面孔 教練金判軍說明 散鋼杯是合式的舞台 令一班小將上位 一輪急攻不入 就被廣東在劣勢下得手 勞林和隊友撞場 最後在窄角度之下 射穿葉鴻輝的大勢 廣東在69分鐘打破僵局 港隊之後 嘗試修復失地 機會是有的 不過羅廣威再一次把握不到 香港總是輸0比1 次回合在星期日 旺角翔上演 選擇NBA 騎士連輸兩場 這日正值是立邦占士 30歲生日 不過由於失傷 占士未有上陣鬥鷹隊 騎士雖然有艾榮射入最高35分 不過鷹隊的投射命中率超過五成 亦有五個人得分雙位數 最後贏109比101 好 交換給你 好 最後看看隨捷野的六合彩 今期搞出來的結果是 10號 19 25 32 33 和37 特別號碼就是27號 頭張沒有人中 二獎有1注中 派240多萬 新聞報道完了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晚安 全新Columbia Turbo Down熱能反射魚湧 以安妮希塵色反射物料 激發保暖潛能 超輕、激暖 全步到爆發更強熱力 Columbia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兩者都是以外守護 香港學生輔助會荷蘭宿舍 一直守護一群 缺乏家庭照顧的青少年 陳院長曾經為無數青少年解決問題 幫助他們重頭家庭或自立生活 積極面對未來 10個真實故事 宣揚守護精神 請以行動支持 每位AXA安勝守護士者 即使TVB.com slash AXA投票 有機會贏取港幣10萬元購物禮券 電器的東西 你懂甚麼 會achi 分享時興興 白geois送禮Hanomkiti 和 GODiva甜蜜聯盟精品 Brodway Always On Gotta Run 去吧 要跑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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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Plan 2039 植物與咖啡因細發露 因為某些原因 被受40歲以上的女士歡迎 單單在德國 銷售量已超過一千萬支 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好買 立刻來萬寧買支試試吧 快點吧 Plan 2039 植物與咖啡因細發露 令你擁有真真正正渴望的手法 滴露 全港銷量No.1抗菌品牌 深受用家信賴 這部是新的iPhone 6 這部是新的iPhone 6 Plus 這麼久以來 iPhone它們最大 最大 咦 不過size又開始 那是大 他們會令你對世界的看法不同 是大使 還可以幫你變得更健康 是終身大使 他們是目前為止 這次大街風 大… 大… 聽 謝謝 大 搭入93年元旦中環難貴坊發生人踩人意外 21個人死了 其後去那裏參加慶祝活動的人曾經有所減少 重溫94年大垂直晚的報道 以往迎接新年的熱門地點蘭桂坊 接近午夜時 遊人越來越多 不過 仍然不復當年的熱鬧 很多市民 轉了去維園參加大型的隨直晚會 由於有歌聲演出 很多年輕人一早衝入場霸頭位 估計有三萬多人參加晚會 大批警員在現場控制秩序 十個十個地放人入場 不過 要些興奮的年輕人坐定些 都不是那麼容易 精力充沛的 還可以選擇在600平方米大的舞池 跳舞型新年 沙鐵醫院的病人也不寂寞 醫學會管研樂團 專程為他們演奏 還大派禮物 而仍然無家可歸的 荃灣天堂屋居民 就在尖沙咀集會迎接新年 向眾多看燈式的徒人 講述他們的遭遇 期末在新的一年 為一個新的家園 新聞檔案是由 英皇金融證券集團特約 接著是Harry Hanson 戶外品牌特約天氣報告 這是太子珠寶中標特約 瞬間看地球 我們道府將會辦喜事 慧琳她有沒有意思 拜託你了 好 沒問題 慧琳已經答應了 她當然是扮演 對不起 振鋒少爺 我不可以嫁給你的 你嫁不嫁 關我鬼事 我不會罵你的 你會走 我不會走 《幻海奇觀》 明晚8點半 下上半空挑戰10萬復答 我們的工作人員 爬上電塔上 檢查架空線上的設備 確保電力供應穩定 九福電池 最惹火測試 這個實驗是模仿 如果將九福電池 加上金屬物件和雜物 放在一起的話 會否引起火燭 《學時學飛》 星期六晚7點半 比賽台 群星出動 張顯善心 加燕姐麥包 煮出幸福味道 阿姐麗耀祥 粵曲對唱 張敬軒 好歌練練 人氣偶像逐一登場 譚校長金曲飄送 應聚慈善力量 卓越美容集團呈獻 慈善聲歸仁濟爺 星期六晚8點半 原汁原味 重現排練點滴 我一跳錯一個動作 你一聽我 已經教了他十次了 隆重其事 用曲奇表達心意 有一個人生的大事 他也會頂來送給我 今天的人生大事 喂,花姐 靠客人特約 明星愛廚房 星期日晚8點 懷著夢想起步 歷盡慘烈的殘酷 熬過挑戰,試過失敗 成功突破 巨星10強,歡望誕生 冠軍爭霸最後階段 火拼連場 現場直播 下星期六晚8點半 最強決勝 王姐 只有一個 K2F高解像音響突躍 超級巨星4 10強開戰 會對最強韓聲 換你精彩成功 韌亂成獻 2014MN Asian Music Award 星期四元旦行1.3 高清比雪台 有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很開放 可以回答到 就馬上沒有問題 對 譬如大家一問你是多少歲 可以回答 可以回答 你這樣回答 這個已經有問題 年底是52 Big Boys Club 明晚10點半 J2 又是張文彩陪大家看天氣 上午天氣寒冷 尤其是新界地區 低溫只有9度左右 而乾燥的冬季季後風補充 晚上抵達廣東沿岸 風勢增強 氣溫顯著下降 普遍地區的氣溫 在15度或以下 接著我們看看 11點鐘的氣溫 有16度 相對濕度70% 而寒冷天氣警告 然後到天氣先生出場的時間 聽聞台預測天晴乾燥 晚間天氣轉冷 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2度 新界會再低2度 而明天最高氣溫大約16度 雖輕微至和緩東北風 晚間北風增強 指望星期五上周寒冷 如預料冬季季後風 將會在週末期間伴和 環南氣溫和濕度 將會逐步回升 去到下個星期初 仍然是挺暖的 高溫是在20度 但打後幾天有幾陣雨 天氣就涼了一點 預測明天上午的空氣質素 健康指數是低至甚高 而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是5 強度是屬於中等 今晚是大除夕 美國廣泛地區受到高氣壓覆蓋 天氣大致穩定 但受到冷空氣源源不轉南下 氣溫比同期平均低5至10度 中南部地區的降溫就比較明顯 另外由雨雪圖就看到 未來兩天 西南地區周分有不同程度的雨雪 預測島城拉斯維加斯 會有幾厘米的降雪 可能會是當地歷離大除夕最大的降雪量 接著我們先看看美洲城市的天氣 溫哥華 三藩市和洛杉磯都是天情 紐約天情 多倫多多雲 芝加哥天情 回亞洲 廣州和澳門天情 廈門多雲 台北都是多雲 上海天情 北京天情 沈陽天情 首爾都是天情 大阪會落雪 而東京是明朗 曼谷大風 吉隆坡和新加坡有鮮魚 雅加達有魚 胡哲明市多雲 馬尼拉有魚 孟邁多雲 新德里有霧 卡拉奇是天情 墨爾本有鮮魚 星尼明朗 布里斯班有呂布 衛寧頓天情 奧克蘭是有鮮魚 還有歐洲 倫敦、巴黎、法蘭克福 和蘇尼西是多雲 而阿姆斯特丹是天情 還有不夠半小時 就踏入2015年了 我們下年再見 拜拜 Henley Hansen 特約播出 太子珠寶中標特約 瞬間看地球氣游 三十載 成就愛的太子珠寶中標 及艾美 贊助播映 給小號請收看 今日財經 朱古力餅沒有真朱古力 果汁糖色素可以引致兒童過度活躍 零食添加劑多羅羅 你懂得多少 留意中章西望 馬子仁有新女友? 這裡寫著 我是跟子仁出雙入隊 大哥 只有馬子仁一粒藍雪 他怎會接受到他中途轉機 李爺爺已經知道 你和Jacky的事 他剛才還跟蹤你們 愛梅家,明晚八點 我知道你下一步 是想對付菲菲 極端狂逃,復仇沒路 只要你幫我一齊拉撫進機 好條命就是你 終極任務 不惜同歸於準 他要回來幫安天命報仇嗎 但我什麼都不害怕 今天我要你親眼看著 你女人怎麼死 卡斯蘭乾美健情獻 飛虎二大結局 星期日晚九點 可以逃得出洪湧巨輪 撇不脫屍邊礦兔 想逃生就要比喪屍更狠 80分鐘死亡直播之私人黑輪 今天優先驚嚇場 Happy New Year 找不到 麥當流傳 早餐今天回來了 今年還多了真寶套餐 和你開始新的一年 只限今天 咖咖咖咖咖 長貨多熱小吃 都要拚下手 靜下跳 踢堆打浩浩 跳堆向浩浩 鼓上吊 一起跳 自然大眼妝的秘密 Maybelline全新Big Ice濃密節目翼 大小刹頭折計 大刹頭濃密相折毛 小刹頭拉牆下折毛 塑造自然大眼 Maybelline Big Ice 可能是Maybelline 我做了口腔狐狸產品 研究工作十二年 發現有人認為 高磨損度的美白牙膏 未必適合敏感牙齒人士 全新舒適達True White 比起普通美白牙膏 磨損度低十倍 而且成分經臨床驗症 有效舒緩牙齒敏感 它與別不同 舒適達True White 是專為敏感牙齒人士設計的 美白牙膏 美白牙膏 你是七少爺 七少爺 滿戰太平洋 特技班白魔幻巨獻 獵魔七殺 今天 優先追魔場 天使復仇 比犯人更冷酷無情 我不知道什麼是正義 只要把手術當成練習 病人當作白老鼠就可以了 這種人還算是醫生嗎 你殺了我吧 不僅是我一個人的錯 不識一切刺傷敵人 同時刺痛自己 你為了報仇 竟然綁架千元醫生的女兒 我已經不再是你以前認識的我了 愛麗絲的詞 星期六晚十一時九 高清比賽台 明珠台找來動物界四大天王 新一年教你上位絕技 剷除異己才可以鞏固地位 搶地盤要有氣勢 找食就靠可愛之勢 動物明星一月出動 一年四個星期二八點半 明珠台和你一齊親親戴自然 實得金融告訴你 倫敦黃金賣出價是 一千一百九十一美元 以上資訊 由實得金融集團贊助提供 國際時裝 匯瑞香港 身分前夕 水療舒緩壓力 拉功引戰 眼界考驗 手作疲懼 潮流之罪 暢遊空中 迎接新年 明珠生活 星期六晚六點 高清比雪台 各位 美國2014年 最有一個交易日早段靠穩 道指從上萬八點關口 臨近新年假期 投資氣氛較為觀望 藍籌股國別發展 部分消費零售類股份有支持 不過國際油價再創超過 五年半的新低 石油股早段偏遠 數據方面 美國上星期的首次新領 失業救濟人數 由之前的七星期低位 反難至到29萬8千人 反映勞工市場有轉差的跡象 另外美國城屋代言成銷售就回復增長 上個月升0.8% 表現好過市場預期 道指最新升41點 德國股市假期優勢 英國和法國股市就在隨直提早收市 梁敦富士100指數升19點 不過累計全年富士100指數跌183點 法國股市方面 巴黎CAP指數收市升0.6% 累計全年跌23點 美元匯價日元119.54 英鎊1.583 歐元0.8171 歐元1.2129 至於港股在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做好 全年累積升不夠300點 跑輸國企自速 2014年港股已升市收勞 恆子低開20點後到升 修捕23605點 升103點 半日市成交有439億 總結全年 恆子年初曾落到21182點的全年低位 4月起受惠護港通消息 帶市持續向好 曾經升上25300點水平 恆子在2014年升了298點 油價大跌 昆倫能源累積跌4.6% 是全年表現最差的籃籌 澳門島業增長放緩 金沙跌了3.8% 國際指數跑贏恆子 全年累計升一成 憧憬中央出手刺激經濟之下 上海股市大翻新 全年累積升了超過五成 深圳也升超過三成 齊瘡五年來最大的升幅 母線電視 陳文言報導 另外中國藍車和北車落實合併 今天復排之後 藍車H5急升三成二 北車就更加秋升四成半 最活躍港股收市價 安四五十中國升兩號六 中國藍車升兩國五號半 南方五十升三號二 中國北車升三國四號六 兼行升九線 藍車時代電器升十一個九 公行升一號 中行升八仙 平保升兩號 騰訊跌八號 人民幣終止過去四年升值趨勢 全年貶值2.4% 再按人民幣對美元在14年 最一個交易日向下 收報6.204對1美元 分析說今年人民幣表現 過變了過去多年單邊升值的走勢 與其明年將會維持雙向波動 另外 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舉行今年第四季度的例會 強調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更加注重鬆緊的息度 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水平基本穩定 港元匯價日元6.4872 歐元9.4073 英鎊12.0868 瑞士法郎7.8195 家元6.6943 澳元6.3354 新西蘭元6.0577 每百港元兌人民幣79.993 人民幣公斤挑捕238.48人民幣 兩兆黃金報1191.95美元 九九金報11,076元 今天財經報導員祝大家新年進步